我已經有七年的時間沒有在台北演講了 上次是在2008年5月的時候 在微軟的廠子裡面講了Fsharp 那這七年的時間我就消失了 以前在IT Home上開了一些專欄寫一些文章 那我這七年也沒有繼續寫 因為這七年的時間我跑到大陸去了 那在大陸對我來說 這個工作的轉換差異還是挺大的 最大的一個影響是我以前比較做的是PC 比較是System Programming的這一塊 那到了大陸之後我發現 要找這方面的工作好像還蠻難的 所以我到大陸之後就開始轉換我的知識的領域 漸漸的就轉換成了在架構這個方面 在Servor這個方面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過去這七年在大陸帶了好幾家公司 這個不斷的跳槽 那個帶了好幾家公司那時候學到一些經驗 很多都是我自己歸納總結出來的 那今天講的就是架構 那一句話說明軟體的架構是什麼呢 架構就是關鍵的程式模組之間 它們是如何的組織 以及這些模組之間是如何互動的 好那這邊有就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這邊有這三個架構 然後每一個架構呢 它其實都有它的優點跟它的缺點 所以沒有一個架構是完美的 我們要看自己具體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比較關心哪一些方面來選擇自己的架構 所以每一個架構我們都要去了解它的優點跟缺點 好那講到架構的話呢 很多人會把架構跟一些其他的觀念扯在一起 那接下來就要跟各位釐清 架構它不是什麼 很多人把架構跟設計模式以及框架framework很為一談 這其實是錯的 我們可以從這個粗細的這個程度來去做一個判斷 在紅色的這邊呢 我把程式碼的粗細程度分成了五個級別 最下面的這個級別呢是statement 那稍微粗一點呢是function 再往上一集呢是class 再往上是module 最上面是system 好那分成這五個級別大家都能夠比較清楚的去理解 接下來來看一下這個黃色的這個部分 如果是在function這一塊 我們把那些可以附用可以reuse的function集結起來 做成了一個就是function library 就是函式庫 如果我們把一些常用的類 一些class集合起來 它就變成是class library 就是類別庫 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叫做框架 那框架裡面有可能包含的類別庫 也有可能包含的函式庫 它甚至還會包含一些domain knowledge在裡面 甚至一些業務的流程在裡面 所以框架呢它其實涵蓋的層面比較廣 好那我們來看中間的這個部分 設計 設計一樣有粗細程度的差別 如果是在statement跟函數這個部分去做設計的話呢 一般就是一些algorithm 一些演算法 好那如果在更粗一點的級別呢 就是在class跟在function之間做的是詳細的設計 這個PPT主辦單位應該都會在網上公開 所以其實各位事後應該可以通過主辦單位的官網去拿到 好的 架構設計這是我們綜合系了 架構設計它關心的是哪一個粗細的程度呢 它關心的是system跟module的這個級別 好那我們剛剛看到最上面提到了設計模式 設計模式是在哪一塊呢 你們看看設計模式應該是在這藍色的三塊裡面哪一塊 其實應該是在詳細設計的這一塊 所以設計模式它其實不能算是架構設計 因為它比較是detail的設計 好那框架呢又是哪一塊呢 框架當然是黃色的這一塊 好所以架構不要跟設計模式不要跟框架混為一談了 好那如果就藍色的這三個設計 這些設計的人他們所扮演的角色來看呢 演算法這一塊是算法的工程師或者是開發工程師 它關心的是具體問題程式要如何去解決 它也比較關心的是效率 演算法的效率好不好 那麼詳細設計的這一塊呢 我們可以把它叫做系統設計師 它關心的是一些小的局部的設計需求 最上面的這些比較粗的設計呢是架構師 它關心的是大格局的設計需求 好那這邊有一個詞叫大格局 什麼是大格局呢 好像也是很虛的一個詞 那我試圖的把大格局的這個東西再把它更具體化一點 這一頁所列出來的就是架構師 它應該關心的大格局的需求 包括在運營方面要如何讓系統具有高效能 還有安全性 還有可用性 在未來你的系統還要能夠具有比較好的擴充性 擴展性 以及伸縮性 這邊的高效能 安全跟這個這兩個大家比較能夠理解 那可用性是什麼呢 可用性就是availability 就是你的這個系統呢 可以24小時不間斷來提供服務 它就是一個高可用性的一個系統 現在很多大陸這邊很多的一些商業網站 比方說像你看像淘寶 像支付寶 我之前帶過支付寶 那他們裡面就會每年把自己的這個可用性的目標 再往上再提升 比如說它就今年我們的可用性目標 是要達到四個九 就是99.99%以上 也就是說在這個一萬秒裡面呢 只可以有一秒是有故障 是不能夠提供服務的 所以他們會不斷地去提高這個可用性 那未來的這個擴展性是什麼呢 就是你的這個系統 能夠根據業務需求的變化 那快速地做出一些這個修改 所以如果說你現在因為市場競爭的關係 跟未來可能會有三十萬三百萬 你是不是只要加 簡單的加serve 就可以解決了呢 好用 然後就是把整體的目標切割到局部 也就是說剛剛的那七個目標 其實你可以把它根據你的這個專案 在不同的進行的階段定不同的目標 還有你專案如果能夠切得比較細 把這個把一個大的一坨的系統呢 這個根據這個這個某一種切割的方法 切割成了比方說八大塊 那每一塊可能會有不同的目標 這一塊牽涉到這個資料庫 然後要把錢記錄下來 那這塊安全性是不是就很高 那那一塊可能是這個比較接觸用戶 它是不是它的這個可用性 或是它的這個意用性就要比較高 所以要切割 那要怎麼切割呢 這邊就介紹我自己整合出來 我目前也在很多的專案上使用的一個方法 這是一個三維的3D的一個切割方法 3D就是XYZ 那X軸呢我把它分成了這個7 7層7Layer 最前面的是用戶 最後面的是Data 那在用戶跟Data之間我把它分成了7層 我們來看看這7層分別是什麼 第一層呢我把它的坐標是X-2的這個坐標 它是介面User Interface 跟User直接 User直接能夠碰觸到的就是User Interface 這個很好理解 那後面呢是Application 是應用 這是在Server上的一個應用 那這個應用呢 應該是要通過API 通過Interface 大陸叫接口 我們這邊叫做介面 應該通過這個介面來調用後面所提供的服務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X-1呢是開放層 開放層 它就是把後面的服務 還有後面的模型 所做的這些事情呢 做成了Interface 比方說像做成的Restful的這個Interface 讓你的這個Application的應用可以去調用它 然後後面是服務 服務這個很好理解 你可以把它理解為 如果以Java來說 這可能就是Session Beam 那這模型呢 如果以Java來說 這可能就是Entity Beam 它其實就是那些名詞所在的地方 這些名詞終究是要記錄在Database裡面的 所以呢 最後X5是Storage 是資料庫 是數據 是存儲 在X3跟X5之間 我認為要有一個Isolation 要一個隔離層 因為這個隔離可以讓你後面的數據庫 如果換掉了 比方說你之前認為可能用這個Relational的Database 比較適合 或者你覺得NoSecret比較適合 甚至還有一些新型態的數據庫比較適合 你儘管去換它 不會影響到你前面的模型 你的這個Business Model不會受到影響 你所建立的這個Domain Model不會受影響 所以要有這個隔離層Isolation 那隔離層呢 可以去調外部的系統 然後應用層也可以調外部的系統 還有外部的系統 可以調我們的開放層 所以其實這個七層呢 就是兩進兩出的 跟外面的系統兩進兩出的關係 其中有一個外面的系統是人 就是最前面所寫的用戶 好這是七層 那接下來我們看Y軸 Y軸呢就是系統軸 每一個Y軸的座標放的就是一個系統 比方說這是一個用戶系統 那是一個帳戶系統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支付系統 那每一個系統就是一個Y軸 那我的習慣呢是把Y軸往下是正的 Y軸往上是負的 那Y軸負的部分我放的是外部的系統 因為特別是現在這個很多公司裡面的系統不完全都是自己開發的 有一些是外購的 有一些是外購的 然後Z軸往下是AAS的部分 好然後Z軸的這個Z1的部分呢是Runtime System 比方說像Java的話就是Java的這個Runtime Environment 好然後Z2呢是Framework是開發框架 比方說你用了Spring 用了Ibatis 這些就是Framework 它是在Z2 那我們真正開發是在Z2之上來寫我們的一些業務邏輯的代碼 所以我把它定為Z3 那如果你根據雲 根據雲端的這個分層來看呢 其實Z-1就是IAS 那Z1以及Z2加起來可以算是PAAS 就是platform as a service 好那最上面呢就是SAS 但我這個SS的定義不太正確 我們最後還會再看真正的SS是長什麼樣子 好那根據這個七層的方式來分層的話呢 如果你在招聘工程師 你就可以根據這個工程師 他有不同的屬性來安排他在不同的層級裡面去做開發 對於界面的工程師來說呢 或者是對這個界面相關的開發人員來說呢 他應該要了解用戶具有審美觀 他用的技能呢就是這些技能 對於應用這一層的工程師來說呢 他要了解用戶跟市場 根據用戶市場的狀況 迅速的去做出一些反應的動作 他具有產品設計的能力 你可以用這些腳本語言開發 因為這邊重點是在於快速開發 而不是在於開發一個什麼特別重的系統 因為這邊的系統代碼通常會非常的簡單 他大部分是調用後面的 大部分是去invoke後面的這些API 來完成他真正的任務 所以他只是一個算是一個交水 算是一個交水的程序吧 然後接下來開放服務模型 這幾層呢 就是一個比較核心的部分 這幾個部分呢 最好開發的時候要有這個領域建模的概念 用DDD的方式來建模 來那個建立模型 好 那這三層的開發的人呢 要比較能夠了解這個領域 比方說你現在做的是支付 你現在做的是銀行 你就要了解銀行這個領域的這些知識 要了解領域和公司整體的戰略 為什麼了解公司整體的戰略呢 因為公司目前想要做的系統 跟公司未來五年之後想要做的系統 你如果了解它的戰略 你可以提前做好規劃 讓你這個系統比較有彈性 就是剛所說的什麼性 擴展性就是擴充性 extension 好 然後這邊呢 這邊其實 反正大陸現在全面都是用Java的 大陸現在這個 只要server這邊基本上全都是Java的 好 那隔離層呢 一樣可以用Java 或者像C++ 我最近比較喜歡一個語言叫做Rust 好 那最後就是database的部分 好 那這一頁就是根據 就是剛剛講那個分層的X以及Z 我把X跟Z再把它拆解開來 如果你的工程師放在哪一個職位 它應該叫什麼呢 在這個這邊有前端工程師 他就是在Z2跟Z3 以及X1 X2的部分 X1的部分 就X-2的部分 那X-1的部分是應用工程師 然後這個從黃色 剛剛這邊有分層的這些顏色 這邊好像顏色看得不太清楚 這邊顏色淡掉了 其實我是把它 這七層剛好是用彩虹的七個顏色 紅色黃綠藍電子 就比較好記 所以以後我的架構圖 只要標上什麼顏色 大家一看就知道 我是在指哪一層的東西 所以就是剛好是紅色黃綠藍電子 但是這個投影機可能顏色跑掉了 好 所以平台工程師就是黃色到電色的部分 然後框架就是應用跟平台的Z2的部分 那這邊有兩個問題 也是各位應該要比較關心的問題 關心到前 關心到未來的發展 第一個是跳槽薪資的漲幅通常核者會比較高呢 根據我過去在大陸跳槽跳了幾家公司的經驗 就是你如果單純的是技術能力很好 你跳槽大概你的薪資的漲幅呢 通常會差不多會在20%到30%左右 這是一個比較公定合宜的這個價碼 但是如果你是具有業務知識的 比方說你現在在 像我以前在支付寶的時候 就阿里巴巴的那個支付寶 它裡面的工程師被競爭對手挖走 價格都是兩倍 三倍 很誇張 出了三倍的價錢 你一個月假設原本是台幣10萬塊 就變成30萬了 因為你有業務的知識 它需要快速地把這塊業務的做起來 所以它不在乎出這個錢 所以有業務知識的含量 可以讓你在這一塊可以走得比較久遠一點 但是純技術當然也很好 但是技術的部分可能它的變化會比較快一點 所以你要不斷地去追這些 這個比較新的一些技術 一些框架還有一些新的這些應用 好 那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過 六邊形的架構 好像是什麼 Alan Cockburn 提出的一個六邊形的架構 六邊形架構呢 就是我們把我們的核心保護起來 所有依賴我們的系統 或是我們依賴的系統呢 都是通過Port以及Adapter去做轉換 我們提供的Port 那跟我們接的要提供Adapter 去跟這個Port接上 那其實我的這個七層的架構呢 也是可以符合 也算是符合這個標準的 另外呢 這個系統之間呢 剛剛各位應該還記得 隔離層除了可以去 Invoke我們的DataBase外呢 它也可以去 這個 它也可以去依賴一個外部系統 對吧 隔離層可以依賴外部系統 那這個外部系統 有可能是我們 另外開發的一個系統 所以一個公司裡面 有多個系統 有多個歪軸的系統 要如何互相依賴呢 通過了隔離層 再往下面調 好 那假設最下面這個系統 它要被別人調用 它只能夠從哪邊進來呢 只能夠從開放成API進來 從它的這個 所以通過這個方式的設計 你會發現每個系統呢 核心都被保護起來 而且都非常的有序 所以系統就不容易亂 那我現在在 在我最近的這家公司 就在推行這樣一個架構 這個漸漸的開始要把所有的 我們今天很雜亂 我們公司系統大概有幾千個 因為我現在待的公司 是叫做中國平安 平安這家公司呢 是在中國現在已經是 最大的保險集團了 應該是最大的了 那它在世界的這個品牌 的這個品牌價值排行榜 全世界的品牌價值排行榜 是排到77名 所以是很大的一個公司 那他們的系統呢 都是我們這邊負責開發的 那開發了這麼多年 最近又有這麼多新興的 一些新的應用出現 所以裡面系統非常的多 所以我最近在推一些 整個系統的重構 那完全是依循這樣一個原則 好 那這個通常一個系統呢 通常第一個遇到的效率的瓶頸 是出現在什麼地方呢 通常都是資料庫 資料庫出現效率的瓶頸 所以資料庫你能夠做第一個改善呢 就是把資料庫去做讀寫分離 讀寫分離就是以下面這個例子 我把這個 就以下面這個例子讀寫分離 然後這個寫 你寫都寫到下面這個數據庫 讀就從上面這個數據庫去讀 然後他們中間有一個通過的這個熱備 就是realtime的這個backup 就可以把你寫進去的數據 寫進去的資料 這個統佈到上面的這個資料庫 讀的這個資料庫 好 那再看這個緩存 緩存就是 就是cache 快取 所以這個資料快取 資料快取的話 我通過隔離層的話 這個模型也不用知道 你到底資料是從快取取出來的 是從redis這個快取取出來的 還是從資料庫取出來 他不用關心 因為這個隔離層 他可以做比較 比較這個smart的判斷 而且幫你去做這些資料的 這個取得跟那個分發 如果你把領域模型的 這些對象的這些物件呢 它的這個interface 給這個曝露出來的話呢 可以直接變成的 很細很細的這些 API的這個接口 但這些接口可能不太有調用 比方說你現在要買保險 你買保險 你可能就要調300個API 才有辦法買到一個保險 那是不是太累了 那比較好的做法呢 就是下面這個做法 就是我們在開放的這一層呢 還包含了一些 這個業務的 業務的這個商業邏輯在裡面 就流程的邏輯在裡面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力度變得比較粗 另外你甚至可以把 剛剛的這個開放層的 這個比較粗力度 有業務支持的這部分呢 做成另外一個系統 這也是一個方法 好 那根據剛剛的這個分層 我這個PPT有點舊 所以這個分層有點跟剛剛不太一樣 但是這個只是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這個根據這樣的分層 你就可以在每一層 對它們去做不同的一些要求 比方說在最上面的紅色的這一層 你就可以去 紅色跟橙色的這個層 你就可以去做靜態資源的Server 還有Low Banners的Server 還有CDN 還有這個 像那個Andrex 它叫做反向的Proxy Server 台灣現在CDN 是不是大家也是很普遍在用 是不是 因為現在畢竟大家在網上要看 看這個看各種影片啊 各種這個資料 其實很多都是靜態的資料 那時候CDN呢 就可以發揮很大的功效 那特別是像在大陸 那個服務員那麼廣闊 它一定要大量的使用CDN 不然這個服務器 這個Server一定會扛不住 好 這邊就是告訴各位 其實這樣子的分層呢 也有助於你在網路的 這個Deployment的時候 決定要在這邊 是要用Low Balance 還是要去做一個什麼樣的 這個網路的處理 各位有沒有讀過Martin Fowler 有一本書 叫做Enterprise Architecture 還是什麼Pattern 它的名字大概就是企業設計模式 那它企業設計模式裡面 列出了幾十個設計模式 那我把它稍微做一個歸類 把它根據我的這七層 去做一個歸類 所以大概就歸出了這樣子 所以通過我這樣分層呢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會讓我的工程師 在設計每一層的時候 他可能就要特別把他這一層 所牽涉到的這一些 Bonding Fowler 所建議的這些企業的架構設計模式 其實就要比較熟悉一點 對它設計會有幫助 這邊我就不一一細說了 好 那這個我可能也就不講 因為這個就太細了 基本上我今天要講的這個架構設計的東西 大概是有三個多小時的內容 但是主辦單位給我的時間是40分鐘 所以我做了很多的採檢 比較完整版 目前是三個多小時 總之呢 在這七層裡面 前面的這兩層半 是屬於這個 Position Oriented 那中間這幾層是 Object Oriented的方式設計為主 最後呢是 Data Oriented 那現在我讓我們的工程師 在做開發的時候 我也給他一定的 Package名稱的命名的規範 是這樣子的 Com.平安就是我公司名字 然後後面Dot 如果是Java的話 這是後面這個領域名 比方說如果我們是銀行系統 就是Banking 然後如果是保險系統 就是Insurance 然後最後是指領域名 因為你要做的一個系統裡面 你還可以切出很多的指系統 每一個指系統就是一個指領域 即使比方說在銀行系統裡面 它還是有分成了 銀行裡面有帳戶系統 有用戶系統 所以這每一個都是一個指領域 最後重頭戲來了 再點層名 Layer的名字 那Layer的名字怎麼定呢 我現在是定成這個樣子 如果是介面這一層 就叫UI 如果是應用這一層 就叫Application 如果是開放這一層 叫API 或者是Openhost 其實開放這一層 我有分兩個 前面有一個 這個比較薄的 這個純Interface 這個我就不詳細說了 好 那這個服務這一層呢 就是Service Model 就是X3的模型 這個就是Model 那模型這一層 後面還有一個比較細的 它也是一個Interface 叫SPI Service Provider Interface 這個我也不詳細說了 最後這個隔離層呢 就是Isolation 或者是Anti-Corruption 因為有一些 有些人喜歡用Anti-Corruption 這個詞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到雲端 如果根據這樣的分層的話呢 我們其實API就是一個分水嶺 也就是黃色的 這邊這邊我原 這個黃色這種框架 現在要把它叫做API 因為這是舊版的圖 總之呢API就是一個分水嶺 API的前面呢 是比較快速開發 比較要根據市場的需求 快速的去做出 各種反應的系統 API的後面呢 應該是一家公司裡面 比較穩固的系統 比較好好的去開發 比較重視效率 比較要好好保護起來 安全也要比較照顧到的 這個系統 所以API是一個分水嶺 接口 就是Interface 它是一個分水嶺 好 那麼根據這個分水嶺 前面跟後面 API的後面呢 它應該是一個cloud 也就是公司內部的系統 都可以部署在 都可以把它deploy 在這個cloud上面 那API前面的 也可以部署在cloud 但這個cloud 一般是公有雲 就是public cloud 那後面呢 最好是私有雲 特別是很多企業 他們內部的這些業務的邏輯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他不太願意把它的這個城市 放在別人家的雲上面 特別是你們也知道 大陸現在還是算是一個比較 大家沒那麼重視法治的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大陸有一家公司 它做了雲平台 然後你們有很重要的業務 你還膽敢把那個業務 放在他那邊 你就小心他過兩天 他做出一個跟你一樣的東西 就透你的代碼 聽說今天演講會錄影是吧 這個不要害我在大陸混不下去 總之呢就是防人之心不可無 那一部比較關鍵的東西 包括了你的data 包括你業務的邏輯 比較關鍵的部分呢 最好還是放在你的private cloud 不要放在public cloud 但是如果是API的前面 API前面 其實API 你是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來這個使用你的API 你提供API 大家使用的API 對你來說是好事情 他幫你把業務都把引進來 他幫你把流量都引進來 所以你是歡迎這件事情的 你不但歡迎 你甚至希望減少他們開發的門檻 你甚至可以幫他提供一個public cloud 讓他開發出來 調用你的API的這個程序 可以很快的 他不用去管server的事情 他可以直接把他deploy 到這個public cloud上面 所以這是一個strategy 好 那剛剛講完了這個 雨雲 接下來再看另外一個 現在非常熱門的 big data 那big data 大家很多 現在很多big data 這兩年稍微好一點 之前在講big data 比較都是偏向於 已經是存在database裡面的數據 去拿來做分析 但是像這些realtime 甚至在處理過程中 稍種即逝的這些data 可能很多人沒有去注意它 可能就丟了 就消失了 這多可惜 所以呢 如果你根據這七層的方式 來去做這個切割 你每一層 層跟層之間的這個invoke 的時候呢 你都可以加上一個hook API的hook 或是這個在網路層 加上一個hook 把它的這個調用的這個資料 傳過來 來去做分析 所以每一層都可以有一個hook event hook 好 那不同的層所提供出來的event 在不同的地方 可以有不同的用途 比方說 承受的這個事件的構造 它很靠近用戶 很靠近外面 所以我們它非常的適合做 這個用戶體驗 好不好的這個分析 也非常適合做網路有沒有受到攻擊的分析 好 那如果是黃色的 綠色的 藍色的 他們的資料很適合用來做業務活動的監控 包括業務有沒有出什麼問題了 有沒有我們的這個系統 已經有人用我們的這個電子商務買了東西 那我們遲遲沒有出貨 像這些業務邏輯的這個 是不是出問題的這個判斷呢 就可以從這幾層收集event 來去做判斷 好 那最後這個深藍色的這個呢 可以拿來做商業風險的控制 還有商業 最後的這個資料可以做商業智能 這個 這比較是offline的這個分析了 BI 所以每一層 你如果根據這麼分的話 其實你都可以在 我要講的是比較自動 你可以開發一個框架 像我現在就在開發一個框架 我們就可以在框架的底層 自動的把這些都布上的event hook 把這個事件導到我們有一個比較強的一個Hadoop的計算中心 好 已經到了最後了 其實這幾年的這個工作經驗讓我發現了 很多公司的上層他們在業務上有很多的想法 他們就算沒想法的 他看到他競爭對手推出什麼產品 他也會想要去抄襲 這也是一個想法 就是我們要去抄這個東西 但不管他想抄或是他自己有一些創新的想法 終究還是要在技術層面上還是要解決 有人要把這個系統開發出來吧 那問題都卡在這裡了 現在很大的問題就在於這個開發的能力會跟不上 所以這個常常都是業務提出一個需求 開發可能得搞個半年 甚至可能要搞得更久 最後可能這個商機都沒了 所以這個應該是技術來支撐創新的產品 但產品會促進企業的競爭力 但是現在情況卻是唯有持續推出創新的產品 才能夠維持企業的這個競爭力 但現在情況是這個產品沒問題 但技術跟架構都是比較滋後的 所以無法支撐產品的創新 這是一個現在 我不曉得你們現在所處的公司有沒有這個問題 至少我之前帶過每家公司 這個問題都非常的嚴重 再加上這個大陸可能會更嚴重一點 因為那邊的技術人員基本上 他可能才去剛畢業到一家公司當工程師 寫城市寫兩年 他就開始在擔心 糟糕了我城市生涯已經到了終點了 因為兩年城市生涯不能太久 所以他們就開始想著 我要怎麼去做管理 開始考PMP 所以這樣子很難得到一些 比較長期的這個積累 加上確實是電腦的這個技術 也是不斷的在推陳出新 不斷的在翻新 很有可能你過去的這些知識 他不但對你沒幫助 他甚至變成一個包袱 讓你往前跑的時候 他變成一個包袱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情形 其實還是蠻嚴重的 好 那如果一家公司 我現在會比較希望他們 裡面至少要有三拨人 去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去做Big Data的準備 就是最上面這個紅色的 另外呢是綠色的 就是要有人 把這個企業內部的這些商業系統 這些業務邏輯的系統 一個個拿出來去做這個檢視 一個個去看看要怎麼重構 讓它能夠更加的這個有條不問 那應該怎麼重構呢 應該先把產品每一個系統 就是每一個系統去梳理到 這個去做重構 重構完之後呢 應該要試著把你的這個系統 開放出interface 開放出API 就是接口 供你內部的其他系統去invoke 去呼叫 然後最後這個階段就是把它開放出來 讓外面的人也可以來使用你的這個interface 可以調整你的API 那最下面的這個藍色的部分呢 就是雲 應該公司內還有一波人來準備雲 不管你們要自己建設雲 還是去做雲的相關研究 要去放在別人的雲上也可以 你還是要有相關的這個技術儲備 那你可以先考慮到公司內的這個雲平臺 然後如果做得差不多了 你甚至可以考慮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個雲平臺 把那種技術都準備好了 再把它做更加通用化一點 可以讓外面的公司也來使用 或許也可以幫你分攤的一些這個 這個計算能力的這個波動 它也可以幫你那個分攤 所以最後可以做成一個公有的雲平臺 公共的雲平臺 那紅色跟綠色結合在一起 就是開放平臺跟這個Big Data的平臺 合作在放在一起的話呢 就可以促進企業的合作 那綠色跟藍色的就是開放平臺 跟雲平臺結合在一起 就可以促進了創新孵化 因為你可以讓那些很有創意的這些小團隊 他們沒有能力去做服務器 但他想要調用你的開放平臺的這些API 來做些創新的應用 你歡迎他 然後你還幫他提供的這個開放的雲平臺 他可以把運用放在雲平臺上 對他來說成本非常的低 那最終流量還是到你這邊 業務還是到你這邊 所以你可以促進了一些創新孵化 特別是一家大公司 他要去做創新一定會有難度 所以不如把大公司的內部的這些 核心的這個業務呢 都把它做成API開放出來 然後鼓勵外面的這些有創新能力的人 來invoke 來呼叫你的API 來做出一些創新的應用 最終呢企業合作跟創新孵化 他都會達成你們這個平臺的強化 而平臺是非常關鍵的 一旦這些應用呢 這些用戶都已經在你平臺上 他想搬都搬不走 他基本上這個 你可能說你現在在這個Windows平臺上好 在這個Windows平臺上 你開發了一個桌面的那個 那個application 你想把它搬到Mac上容易嗎 API都不一樣啊 甚至可能一些library都不一樣啊 所以會非常困難 所以漸漸的操的平臺 畫的方向走 這是一個比較可以讓公司 這個長期發展會比較好的一條道路 好 今天內容大概講完了 最後呢 這個 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保持聯繫的話呢 你們可以介紹我的email 我叫做Jerry 我姓蔡 Jerry蔡 T-S-A-I 12月18號是我的生日 然後Gmail 那最近我 我其實遊說我們公司在 在台北成立一份公司 那最近好像有點苗頭了 所以我最近 會跑台北也是一方面在做相關的這些策劃 所以如果未來你想要到我們台北的這個 研發中心工作的話呢 你也可以把你的相關的履歷 比方說你今天就發給我 反正我這次會在台灣 再多待個幾天 那我可能或許我們 看看適合的話 我們明後天找大家 去找個coffee shop 聊一聊 然後把握住這個機會 我們的這個機會還是不錯的 特別是他的這個 就以薪資來說 薪資應該會比 一般台灣這邊來的好一些 不然我也不用那麼辛苦 跑到我去了 是吧 謝謝 好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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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